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以后 就努力 时时刻刻在我身边 好不好 容容 我突然想到一个脑筋急转弯 一只小白 加上一只小白 等于什么 什么小白 白色的白 你再看我 一只小白 加上一只小白 等于什么 两只小白啊 小白兔啊 你给姐姐讲这么冷的笑话 哪里冷啊 你 你再看我 两只小白 小白 小白 我们俩之前是不是在哪 小白兔 你看小白兔 我 这什么 结婚戒指 对啊 我也有 你没有这用 怀疑放在卧室 会很容易被发现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答应给你结婚那天就去准备了 只是后来一直没有送出去 就没机会了 好看 我现在相信你对我是一见钟情 我可太迷人了 是 你最迷人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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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再敢论文啊 容容 我们 买个冰箱吧 也不是顿顿都在家吃 没那个必要吧 我知道 你因为五年前 被关在冷冻车里的事情 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希望你可以 丑比跟你说的吧 那就是个意外 可是那件事情之后 你对温度其度敏感 你现在连冰箱都接受不了 我不想你这样 你的意思 就是我不太正常呗 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怕有一天 万一又出现上次那样的情况 我不在你身边怎么办啊 那你以后 就努力 时时刻刻在我身边 好不好 你说容容出师那天来过我们学校 你们学校 难不成你也是向上中学的 是啊 虽然整个高三阶段 我去学校的时间很少 但我确实是向上中学的学生 那就太巧了 金副总也在那个学校 当过半年老师 金副总 对啊 金西成金副总啊 我跟你说啊 金西成金副总 跟我们小金总是同学 打小又认识的那种 后来金副总的母亲要嫁到金家 我们小金总脾气你是知道的 忍不了 直接跑学校找金西成了 谁知道那么巧 刚好就是那天 发生了那件事情 那天的日期你还记得吗 好像是 十一月的 最后一天 金总离开学校不久了 就出事了 顾同学 你确定 还要查这个事情 一定要查 我经过他害怕的样子 你做回事 没gil不过 我说 您好 这是 您好